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好像牙一痛 痛得厉害就拔牙 我小时候拔过很多疼牙 每拔一次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要讨价还价 要什么礼物 要什么礼物 就这样 那我拿到最大的一份礼物 就是电影机 放电影机 放电影 在那儿 一个灯泡照上去 然后拿手摇 那墙上的音墨 就看到了卓贝林的动作 就很有趣 后来进步了 虽然不是牙痛 但是我就非要要一台小照相机 因为这个照相机的价钱 我自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都可以买的 可以什么 什么呢 就是一台很小很小的一个照相机 就是这么 阴暗 也没有镜头 就那么阴暗 好 就行了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终于买到手了 我就拍照 我觉得很好吧 拿着拍完了以后 送到照相馆去 照相馆来洗照片 出来呢 当然 一个是自己没有技术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拍出来的这个画质的感觉 并不是很好 可是呢 留存了 留存了 现在当然这些照片通通都没有了 可是照相机呢 就一点一点的进步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我拥有一台这个很好的相机 哇 现在算算看六十多年了 这个相机 哦 非常有 非常好 那想拿着 这相机到外头去 我说 我要买底片 照相馆里头 没有 我说 我买黑白底片 买四百度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 现在就是换句话说 怎么样啊 科技的时代 很多的全是用数位来替代 哎 很多的全是用数位来替代 在照相机的过程中间 我也看着我自己 从童年 青少年 年轻 中年 变成了老年了 现在啊 我告诉各位 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 这用手机照相啊 都是一流的 哈哈 这就是时代的改变 我们下来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